这么一个姓江的石将 这封辞以太后坟的时候 那时他也就是三十来岁 孩子刚出生 没想到这江石将命大 活下来了 所以这二十多年过去了 他没死 所有他那些同伴 施工的 全给在里头被灭口 所以孙大英打听着 有这么一位 也住在尊华县里 就把这江石将弄来 让他说入口在哪 江石将死活不熟 因为他这个老头他也迷信 这就把这地方说了 刨人组坟 我跟着就得死了 好 你不不说吗 好 把你儿孙都抓了 你不说 问你一句不说 闭一个 结果这老头没扛住 把这个地道口说 这是现在留下来 有这么个类似民间传说 准不准咱不知道 反正孙大英呢 不用什么手段 把这入口找出来 这个入口在哪呢 我前面不说吗 当时请的工匠 一半是哑巴来施工 就在这个明楼后头 修个哑巴院 这哑巴院北边 有一个留领壁墙 这留领壁墙下边 就是地宫的入口 当然这是乾隆的御岭 康熙的景领 慈禧的定东陵不是 因为慈禧 他权力再大 他不是皇上 级别不够 所以他募到的入口呢 是明楼下边有个十栋口 进到十栋口 前面又做墙 这个墙是交了铁支的 叫金刚墙 金刚墙下边 是木道的入口 所以这个 先可这慈禧 这定东陵开刀 把这个入口找到了 进里边 一喊货 大石门拦着 这石门得有万斤那么重 怎么开 往上装个吧 怎么装也装不开 最后费了很长时间 九代二虎之力 这门的后头 有个顶门石顶着 最后把那顶门石都撞两万的 这门算开了 开了大伙才看着 后头有个顶门石 那早日的这不费这蛮力 用那细铁圈 把这石头套住 然后搁木棍顶 把他顶开了 石门一推就开了 所以慈禧灵的第二道门 第三道门 都是用巧证开的 唯独头一道门 硬撞开的 所以现在慈禧灵的 撞得很近 还都留着 这么三道门过去了 眼看要进里边这道门 费了劲 怎么整也整不开 也没那耐心 弄个洞 个炸药 这现代技术是快 你过去什么机关 暗筒 水银 毒箭 搭不住炸药 一炸玉石剧本 啪 炸开 依靠爆破技术 孙殿英 炸开了东陵地宫塔门 进入了陵墓核心部位 那清朝帝王陵墓中 都藏有哪些宝物 孙殿英 又是如何对东陵进行活于坏性盗取的 他盗取的宝物 不都流落到哪里 进到里头 才当兵都闪 地面突入金砖 顶上有那金楼 先把这个墙 给 一头弄 这就一步一步逼近了 慈禧灵的核心 就是他这棺果 什么叫棺果 棺果其实就是大棺村小棺子 大棺村套小棺子 外面这个大棺村的叫果 木字 隔一个享受的想 里边呢 真装着石首 这小棺子叫棺 这个果呢 外头是金丝隐隐 也很漂亮 那管什么用 我把弄开 半天弄不开 割斧来 噼里啪啦 把这果木都给砸碎了 见着里头的 金光灿散的 这小棺子 装着刺激石首 这时候 当兵头不敢大意 来来来 咱可别把里头宝贝弄坏了 赶紧 拿洞 把里头的棺材敲 小心翼翼的 把这棺材敲 一翘我 瞎光万闹 我都晃眼睛 为什么呢 咱一会儿就会说到 慈禧这棺材里头 装的宝贝多了去了 这个明珠 那个宝石 这个项链 那个什么的 太多了 这会儿大伙 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哪儿呢 你别忘了除这些宝贝还有人呢 慈禧尸体在哪儿 打开 当时照明的设备一看 这时候慈禧已经死了有二十遍 可是一看呢 还有老太太模样 不是说是那烂得不像样了 或者就是把骨头不是 跟活着没什么两样 你看慈禧 大伙都呆了 可是瞬间 隔幕下说 也就几分钟功夫 你会发现慈禧的皮肤 由白转黑 迅速塌陷下去 一下子成了干尸模样 只能看到他手指头上 长着一寸多长白毛 说这怎么回事呢 现代科学好解释 他观察密封的眼不透镜 突然打开来 氧气进来了 迅速氧化就成了干尸 这时候周人都吓坏了 以为慈禧扎实显灵了 你想弯门 这个盗幕 他心里能够害怕吗 可隔了一会儿 一看没动呢 毕竟贪财这个欲望 大过了 对死人的苦 这时候一拥而杀 把自己身上 这值钱的东西 脑袋顶上叶明珠 全给弄下来 把他嘴都给拽开 为啥 他嘴里含着一颗宝珠 这宝珠是绿色的 两半往上一对 白米那能召见你头 跟电动泡那么亮 这也就不管了 把慈禧尸身弄一边去 他里头啊 多少宝石珍珠 这各种宝贝 都往处派 后来是 满清的一老一少 听到这令人悲痛的消息 赶过去 收拾残局的时候 曾经用笔写出来 当时的情况 说慈禧那尸体 被扔到一边去了 扒到那块 但是头绳还能看得见 搬来呢 脸倒是都塌下来 嘴角上还有残破痕迹 怎么被人拽开嘴巴里 把明珠拿走 你说这是 死时候嘴里含个珠子 有什么好处 所以把这个慈禧 坟里这些宝贝 呼啦啦呼啦啦 给运出来 那边呢 这琢磨这个乾隆的御灵 也弄开了 弄开到最后一道门 里边就是乾隆关键了 这门怎么也打不开 九六二虎之力打不开 还有那招吧 画圈 啪 炸药 炸开了 尖了 这个乾隆的这个灵芯里边 总共有的是六个关键 就他自个儿还有他妃子 陪葬这些 六个关键打开一看 只有三个关键在原位 放到那木架上 乾隆自个儿的关键 最大最重这个 把木门给顶上来 所以打不开吗 由于我们在东宁工作多年 这种现象呢 我们就是也见过的 像荣飞的地宫 随会皇后飞的地宫 他们里边的关锅 也是由于地宫里有水 佛力很大 尽管那些关键都有卡关键 卡得很紧 也飘起了 也一味了 跑到地宫的角落里去 那么把乾隆棺材打开 里头的好东西 乾隆跟慈禧也不一样 他比慈禧有品味 乾隆有文化 他棺材里头一些 珍贵的字画非常多 最之前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呢 乾隆尸体上带的那个巢猪 108颗 有两颗大的猪红色 还有一把九龙宝剑 宝剑上刻着九条龙 镶了无数宝石 这把九龙宝剑可不简单 后来孙天英把他送给蒋石 而这把宝剑后来稀里糊涂的 赚了好多人手 而且据说戴笠死之前 到北平 从北平一个汉奸手里 就把这把散落的民间的九龙宝剑 收上来 后来戴笠带这把九龙宝剑 结果在南京山上出事 撞到戴山之上 最后可以说戴笠死不得全书 有人说这把九龙宝剑 那也不想指绍 你动了帝王之气 谁拿的 谁没好事 说戴老板就这么死的 这当然这是后来的全书 那么乾隆陵里边 好东西非常多 除了我刚才说这两样 什么玉石啊 象牙啊 珍珠啊 字画非常多 孙殿陵把弄出呼呼啦啦 成了四五十枪 这一下子大分手 你琢磨琢磨这孙殿陵 得从这里面弄走多少好东西 那么说 几龙加上乾隆陵这里面 得有多少好东西呢 咱们原先留下过一些文字资料 后来呢也有人写回录 陆续的就把这笔补上 咱们先看段小车 你看看 这两个陵里面 得有多少好的东西 据不完全统计 孙殿应盗取的宝物 粗略估计有 乾隆随身携带 无价潮珠一串 九龙宝剑一把 大明漆长桌一张 金漆团扇 即瓦麒麟 瓦佛仙 瓦猎人 瓦奎星 苗龙采油漆器 陶器 铜制佛像二十四尊 以及乾隆所书用 拓印条幅十块金箱灼 红宝石 蓝宝石 碧玉环 飞翠 红珊瑚龙头 花珊瑚豆 玛瑙双口鼻烟壶 白玉鼻烟壶等三百余件 价值不可估量 那么大家看完这片子 你会觉得 孙殿英 弄走了这么多好东西 这不富可 我骗了 谢谢 蓝宝石 对 也会 他们 有 我 我 你们 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小人 他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传承过程当中一个千古罪名 好 感谢您 我说